2016年6月2日,一名叫做巴桑的新兵随队巡逻,来到了西藏边界的51号戒碑前,只见,巴桑拿出画笔,站上红漆,小心翼翼地为戒碑描红,涂色完毕,看着戒碑上的未干的中国二字,巴桑眼中勤满泪水,在他心里,中国这两个字有着特殊的分量,而这都源于他的特殊身份,达曼人。 巴桑来自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一个神秘村落,达曼村,村里人说藏语,穿藏装,赤三八,但却长着蓝眼睛,高鼻梁,卷头发,家家户户屋顶还插着五星红旗。 但他们没有国籍,居无定所,一度被称为东方吉普赛人,苦等二百多年,才迎来了中国国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要追溯达曼人的来历的话,最源头可以追溯到印度人那里。 在当时印度境内动荡,伊斯兰教对当地的印度教冲击严重的时候,印度人的一个分支月亮族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改信伊斯兰教,于是举足迁入了尼泊尔地区的西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而当时印度文明的发达程度,可不是尼泊尔地区这样的小地方能够比的。 迁徙过来的月亮人,很快就打下了一片不小的疆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国,并且还在与当地人结合之后,改名为库尔喀人。 两百年的休养生息,和古印度带来的文明,让库尔喀很快就拥有了统一尼泊尔的实力。 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1742年开始,库尔喀发动了统一尼泊尔战争,从后二十年里东征西讨,基本上横扫了尼泊尔地区所有的势力,统一了尼泊尔,之后库尔喀并不满足,他们觉得自己还能够扩大疆土,于是开始向印度方向扩张,一度打到了克什米尔。 在又一次取得成功之后,库尔喀的心气膨胀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步,于是他决定向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发起进攻,于是在1788年,入侵了当时国力鼎盛的清朝西藏地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入侵,只是试探。 清朝廷派遣了四川官兵三千多人,直接将其打退,之后在1791年,库尔喀整备实力,开始大举入侵西藏地区,一度战略了西藏大片土地,到处烧杀抢掠,当收到消息的乾隆皇帝大怒不已,直接派遣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福安康,带领一万多官兵,直赴西藏。 在西藏六战六节,打退库尔喀人之后,更是乘胜追击,直接带领手下将士,打到了库尔喀的首都,加德满都城下,一路上,库尔喀的军队被打得是四散而逃,势如破竹,库尔喀见此情形不得不求和,臣服了清朝廷,成为了清朝的蜀国,而当时在尼泊尔与西藏处被扶康安击散的库尔喀人军队。 就是现在的达曼人的先祖,他们被清军击散之后,四散而逃,之后又慢慢聚在一起,希望能够回到尼泊尔,回到库尔喀王国,但是当他们回去之后,就发现库尔喀已经臣服了清王朝,对于他们这些败军库尔喀王国是表示,我们现在已经是清王朝的属臣了。 你们这些侵略国清王朝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子民,走走走,于是又将这些残军撵回了中尼边界处,而西藏这边对于这些侵略过自己的士兵更不可能认可,拒绝他们的定居,于是他们开始了在中尼边界长达二百年的漂泊生活。 本来这群人是在尼泊尔的边境生活的,但是随着英国加快了对印度区域的殖民步伐,尼泊尔地区也没能逃过,于是他们就开始在吉隆镇附近游荡,当地的藏族根据他们的来历给他们取名为达曼人。 为了能够活下去,达曼人还学习了藏族的语言文字,并且开始在藏族中找到一些低级的工作赚取报酬来度日,藏族也并没有拒绝这些好用的劳动力,毕竟都是当过兵的人,身强体壮,于是达曼人就在这片地区有了一席之地,达曼人慢慢学会了藏族的语言。 当他们了解到,在藏族文化中,铁匠是一个十分低级的职业,基本没有藏族人愿意去做,于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藏族之中去,达曼人就承担起了藏族铁匠这一角色,就这样达曼人与当地人互补的生存方式就诞生了,达曼人为藏族人打铁,而藏族人则为达曼人提供生活上的其他帮助,但是达曼人的组成十分单一, 基本上都是军人出身,除了从事一些体力活和打铁之外,其他的生活技巧都十分匮乏,甚至开始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换取在藏民的生棚中度日的机会。 更多达曼人,就是在野外搭建一个既不防雨又不防风的棚子,在其中度日,经常是一场大风大雨之后,这群达曼人就失去了自己的住所,心地善心的藏民,在看到这样的情形之后,帮助他们搭建了简单的石头屋子,虽然还是十分简陋,但是对于达曼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了。 稳定之后的达曼人很快就面临着通婚问题,达曼人是族群是坚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并且他们也十分清楚近亲结婚的危害,但是对于藏民来说,达曼人从事的铁匠是一个十分低贱的职业。 与达曼人通婚是藏族十分拒绝的一件事,不得已的达曼人开始与尼泊尔那边通婚,每当达曼人男孩达到了适龄之后,如果没能在族内找到合适的女孩结婚,就会回到尼泊尔地区,找寻当地的人结婚,大多数去往尼泊尔求婚的达曼人都会选择入赘不再回来,这就导致了达曼人在这片土地的数量一直不多。 之后,在新中国彻底解放之后,藏族人拥有了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得越来越好,更是在后来各项支持西藏的政策提出,藏族的人民住上了崭新的房子,享受着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险,而达曼人却因为没有中国国籍,虽然与藏族一同生活在吉隆镇,却只能看着藏族的生活越来越好。 藏族的孩子可以走进学校接受教育,而达曼人的孩子因为没有户籍入学手续都难以办理,达曼人其实有过加入中国的机会,那是在我国新成立之后的第七年。 我国与尼泊尔签订了中尼友好条约和通商协定,规定了在西藏地区父母双方,分别是尼泊尔和中国人的孩子可以在18岁的时候自由选择国籍,但是只能选择一方,选择之后另一方自动视为放弃。 在达曼村,五星红旗是如图腾一样的存在,达曼人知道是中国给了他们国籍,让他们堂堂正正的生活在阳光下,是中国为他们修建了房屋,让他们的余生不在四处流浪,也是中国教他们读书写字,让他们的孩子可以如藏民一样免费进入学堂。 或许因为曾经拥有的实在太少,现在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他们都觉得无比美好,2017年,达曼村妇女主任达娃的大儿子达瓦多吉,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这在村子里是一件大事,达瓦多吉不仅仅是达曼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达曼人20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毕竟这群吉普赛流浪者二十年前连九年义务教育是什么都不知道,达瓦回忆,自己和大儿子几乎是一起长大的,达瓦多吉进了藏族学堂,回家之后再将一天所学的知识。 慢慢地和妈妈讲,那是达瓦多第一次接触学习,也是达瓦第一次接触知识,村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如果没有中国政府,他们甚至连山的那边有海都不知道, 他们几乎贪婪地汲取这一切可以吸收的知识,去读书,去认字,去学开车,去走得更远一些,跑大货成为那个时代的首选。 家图四壁的达瓦人自然没有买货车的本钱,他们先是四处帮人开车挣钱,有了积蓄之后,借助政府优惠政策买车,也算是个不错的营生,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政策扶持之下。 达瓦人开始走上了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公益的道路,就目前来看,这确实是一条适合达瓦人的制服路,能够在长期流浪之中生存下来的人们,个个都是能工巧匠,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 这些光鲜亮丽的城里人为什么都喜欢一些旧东西,明明粗布没有棉布舒服,草鞋没有胶鞋乃穿,现在他们懂了。 年轻游客喜欢的不是粗布与草鞋本身,他们热爱的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他们达瓦人居然有一天可以成为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达瓦人对于中国的民族认同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身份证上的国徽,村子里的国旗,与藏族相同的免费受教育权力和一项又一项针对性扶持政策。 达瓦人流浪了二百年才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中国政府花费了二十年让达瓦人实现了从家徒自闭到安居乐业的转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甚至于不同的人种都不能将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中国人。